但是它租房很贵 不超过5万块好像是就可以增加 什么照X光啊 抽雪啊 咱们今天去黄尔海对吗 知道 尔海是淡水还是浅水 对 尔海是一个高原淡水湖 它不是海 是一个高原淡水湖 这栋房子是我刚刚看到的 觉得很漂亮的房子里面全种着花 快看 这就是传说中的水性棉花 很漂亮在水上飘啊飘啊飘啊 哈喽大家 我现在是在那一个尔海的旁边 那这一条弯道是黄尔海的弯道 很多照片都是在这边打卡出现的 嗯 我们现在呢就要下一个景点 现在太阳可大了 我现在不知道会不会晒一伤 这边的渣染好好看啊 比我昨天去那一个凤羊衣看到的好看多了 还有这个水波纹 这枫叶 吃饭 这边吃灯菜 我吃了吃灯笼 包菜 鱼 鱼肉豆腐 这是旅游车韩餐的 中午就在这吃了 我们到那个喜洲古镇了 这是它的镇门 镇义门 别说这边好像真的没有大理古镇那边 对 然后我买的是一个雪花银的手桌 双廊古镇 双廊古镇 我觉得今天的行程就是走达卡夫 我觉得这边卖的东西都差不多 哪个哪个古镇都差不多 双廊古镇这边就是因为杨丽萍老师 杨丽萍老师就是跳孔雀舞的那个 他的故乡就是在这里 然后他回家呢 见了一座太阳宫在这边 客人都是来这边打卡 然后这边的人就发现了商机 杨丽萍那边为什么那么多人来 然后就纷纷开了海景 咖啡店啊 餐厅啊 就是这样 来看一下这边的莲物 这质怎么是粉红色的呢 这是我们北地的 虚仙莲物 这是凤梨世家吗 对 特别好吃 我想买一个这个 一个就可以了 特别四个嘛 你拿一个嘛 两块 两块我肯定想 25一斤的 这个贵的 哈哈哈 好小啊 好袖珍啊 两块钱 相当于台币十块 哇塞 坐在这儿 对啊 坐在这儿就是海景帆的 圣托里尼理想邦一个酒店 要超多人打卡 看上面都有人来照呢 现在就是主打一个不想走路 大家看到我这嘴唇吗 裂开了 但是因为这边是云贵高原嘛 那个紫外线可强了 你的也裂开了 一点都不想猜猜啊 这个口子进去 68一位 这个口子进去 58一位 面场海边的景点都收钱 我觉得这个景点是最没意思的 四个景点当中最没意思的 不推不推 哈喽 那我们现在呢 最后一个景点呢 已经逛完了 那所有的那个 面对海边的那个打卡 全都要收钱 然后我们就下来了 直接就是逛 这边 海边免费的景点 还比较的 那个像 新鲜 这个水果 八月炸 这个叫什么 黑什么来着 黑老虎 这叫黑老虎 这叫海参果 这叫酸角 这个是什么 蓝莓 这个不是蓝莓 野柿子 野柿子 吃起来跟柿子一样吗 那这个是什么呀 蛇皮果 蛇皮果 难怪长得像蛇皮 这是什么呀 水性洋花 这个就是水性洋花 这就是水性洋花 它怎么吃 怎么吃啊 草皮草 可以拿拔 可以煮汤 碎 这些敢吃吗 你敢吗 你敢吗 蝎子 蜈子 蜈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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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签一下 愿一会就换 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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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十字洋花 愿一会啊 好 蜈蚣 蚂蚢 蚱蚣 这个又是什么 这个也是蚂蚢 这也是蚂蚱 那这个绿绿的呢 就规则 那今天呢 我那个就是抱了一个团 算是半自驾游吧 它就是带我们尔海还来一圈 每到一个景点的就是打卡一下 大概一到一个半小时这样 我觉得如果是第一次来大理的话 这种尔海一日有可以抱抱看 就按照流程打卡一遍嘛 但我真的觉得这样绕一圈下来 还是海溪这边 大理古城这一边 比较舒服一点 那我要去跟那个 今天刚认识的小伙伴会合 去吃一下这边大理的军箍火锅 骑客骑到哪里的 我没有骑到车 那你走路过来了 对啊 走路多久 20分钟 这是我今天刚认识的小姐姐 然后我们现在呢 在吃军箍火锅 看这边真的是要倒计时 就怕我们中毒 它里面有什么料吗 就军箍 还有鸡肉 还有鸡肉 我们要把菜拿去一起煮吗 他说要把这个做到我们餐厅 这玫瑰花酱我觉得可以买 带回去 我会想这个玫瑰花酱是在哪买的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 是哦 有卖吗 有卖的 48一瓶 48一瓶 对 这是我们请村里面老人帮我们做的 我现在喝一口会不会晚上见小人呢 吃一下 它有鸡汤的味道 也有菌菇的味道 很新鲜 我都没有正经录一个吃云南的碰巧 今天刚好 那边是底薪很高 大概现在是差不多3万1 3万2出头 算人民币大概差不多7000 那你如果是个赌长级别的 大概4万左右 4万左右差不多 没有到1万 8000 9000的样子 但是它租房很贵 我同事在台中租的 做一个两尺文 一个卫生间 没有租房 现在要1万3 但是现在政府有补助 那边的政府有补助 会补个3000到5000的住 对 不超过5万块 好像是就可以升级 然后就是医疗环境也很好 他们都有一张健保卡 那种诊所啊 医院都用健保卡 只要交一个看诊费用就可以了 什么照X光啊 抽血啊 药啊 都不用钱 嗯 你是什么系列区的那边 就是认识我老公 我老公他是台商派过去的那个主管啊 在上海那边开咖啡店 然后我就去那边应征啊 就弹上来 然后你就跟飞飞他去了台北 没有 我先谈了4年 已经谈那么久了 对啊 也是谈很久 然后我爸妈都不同意啊 而且我们办结婚证办了半年 那时候疫情 然后又 又本来就很麻烦的手续 他要先飞回台湾去 办单身证明 还有那种无犯罪证明 然后再寄过来 寄过来要一个月 然后完了之后 我这边 一样的证明什么的鬼东西 又办了一个月 然后真正的 然后我们在上海 再过我那边家里 去南昌 就是我们的江西省会 就相当于 专门去那边去办 结婚证 办完了还没完呢 这边只是 大陆这边的流程跑完了 在台湾他那边还没结婚 那如果回到台湾之后 跟别的女的结婚 那是合法了 对啊 我家两个月 我才去台湾跟他办 台湾那边的结婚流程 两边都要结婚 那这几年在这边 经济不好 你有降薪吗 降薪明像是没有 但是各种福利啊 然后各种绩效啊这些 对半了 没了还是对半了 对半吧 对半了 这三 它没有明着 明着明着那个 就是底线我不动你的 对 但是绩效这些 还有就是 因为各年 那个 各种情形会不好 我们的业绩完成 也不是特别的 所以 拿到手了 肯定也没有前几年那种 那么多 对对对 那吃完饭呢 我们就分别了 那这一次小旅行呢 很感谢这位小姐姐 给我拍了很多很漂亮的照片 还有就是陪我吃了晚餐 我想说 这就是一个旅行当中 回来的一个回馈的意义吧 我觉得 这个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哦 拜拜